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网上标 其实我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是有了一个特殊的工作 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好玩 谢谢大家 你接下来就开始我的分享 请问一下这个话筒要放回去吗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的音乐人张一斤 很高兴点 荣幸接到哈佛中国论坛的邀请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场关于音乐 文化和成长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和讨论 希望这个下午大家可以开心 愉快 希望进行的是一场像朋友一样的讨论和交流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疯子东方来 刚刚看到大家 大家在大屏幕看到我的几支主打歌的NB和舞蹈的视频 而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主题呢 正跟那些NB还有其中音乐还有舞蹈相关 刚刚看到的DJNB是连 它拍成于2019年 发行于2020年 是我第四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 也是真正意义上我所谓的M-Pump音乐概念的第一次完整的呈现 M-Pump 即 Mix Mandarin Pump 中文加是指中文作为基本语言演唱 加入一种或一种以上其他国家语言的歌曲 轨道呢 有强劲的舞 Kick 还有Bass 808 然后Plug 还有各种各种元素的打击乐器 和Gasha 在混入Hip Hop Urban Track R&B EDM 中不同曲风不同元素 结合不同文化不同风格不同的态度形成鲜明的曲风 而非常奇妙的是M-Pump的这个概念完整的体现 是在连这张专辑 但这个概念第一次提出来是2018年 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Namanana 来到了这儿 来到了美国 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属于融合的音乐风格 第一次把我心中的故事讲给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听 在Namanana里面呢 我还尝试了有Future Bass Tripe Dance Pop Urban Hip Hop 等多种元素进行融合 共同讲述了一个关于牧羊少年追梦的故事 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迫切地想知道到底哪一种风格会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2018年我27岁了 还没到30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的整个人目标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人 我当时呢 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和听到我的音乐 中国的音乐 但是还是没有进一步的思考 但是最好的是呢 在Namanana发行以后呢 我认识了很多海外的音乐人和制作人的朋友 虽然我们隔着时区 国籍和语言 但是呢 音乐成了我们之间最坚固的桥梁 我们可以不断地通过网络来进行交流 不断地分享彼此的创作 一起分析 一起沟通 2019年我在做一个公益活动的时候呢 去到了瓦族的一个部落 一个村落 在那里呢 听到他们一个传统的乐器叫做味 瓦迪 瓦迪的音色 我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 在那里 我第一次尝试把这种古老的乐器 融入到我自己创作的音乐里面 结果就是 非常好 它是一种非常迷人的碰撞 一种靠我自己的力量是因为我无法表达出来的音色 也不是用任何Synthesizer 那些软件能够捏出来的音色 绝对不是 谁能想到这样奇妙的音乐就在这个村庄里 就在这个乐器里 在我们的祖国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跟我的海外的这些音乐制作人朋友 来分享说 喂 你们看看 你们听听这个 这个很棒 然后后来还有葫芦丝 也确定他们听过 同样是那点在海外我们跟我的朋友一起做《玉》那首歌的时候 那感觉是非常奇妙的 当我掏出葫芦丝的时候 他们眼睛都睁大了 嗯 这是什么 然后我来告诉他们 这是我们的传统乐器 叫葫芦丝 当他们听到这个音色的时候 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于是《玉》这首歌就出来了 然后在海外朋友在唱《玉》这个词的时候 他们发的是《玉》 而在我们国家的《玉》代表更多的是 在西方大家以钻石代表爱情 对吧 在我们国家呢 这个更多的用《玉》代表忠贞和使之不渝的爱 承诺 这是文化的差别 但是当我在念《玉》 因为他们在唱《You》的时候 《You》就是你的时候 我觉得文化跨越也能产生一种浪漫的元素 美人如玉 美人如你 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使命 我发现MPOV更大的意义呢 不应该只是带着中文家 更是一种关于融化 融合文化的创新以及碰撞 以及传播和传承 所以我就进一步的开始尝试中国乐器融入到轨道中 在传统和流行之间 在融合中寻找音乐的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这也是 连这种也是我第一次用MPOV的音乐 讲述一个我小时候最爱的英雄 西出宝王向远 与他最后一场战役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音乐和MP感受到你 当然在歌词加入了我的表达 我的理想和我的言心 在连的编舞里同样 选择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Crum》 《狂派》 《街舞》 和中国京剧的《云首》 还有《武声部》等经典动作的很多 一切看似无关的内容在这里很巧妙的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帮助一起讲述了我心中 这个穿越的故事 连发行之后呢 我看到很多海外的朋友在reaction 大家都很爱这个MV里的龙 更动人的是呢 他们试图去了解 谁是爸爸向你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把中国传承千年的故事 传说 乐器 以音乐为载体 呈现在更多 更多更多海外有人的边界 同时我也可以把其他的文化 美妙动人的部分 以音乐为载体 带回来 后来在我的第五章 《一批冬》里面 我的主导歌叫做《飞天》 这首歌讲述了一个 关于中国人数千年飞天的理想的故事 在那四十秒的MV中 我作为一个游学者 看到了大漠黄沙 飞天飞翔 壁画千年 这些都是我想让世界更多人看到的 中国景色 中国真的是一个有着太漫长的历史的国家 这里有太多的传说 太多的古迹 太多的故事 足够浮原了 同时有雪山沙漠平原 海洋每一处都有历史 每一处都有故事 每一处也都有音乐 就像我对其他国家的这个 民族的文化音乐充满了好奇 我也特别希望我能够 多让他们了解我自己的国家 我自己的文化 所以 所以 大家可能看到也可能没有看到的 《跨处逐日》 《饕贴》 《面纱》等作品 所以我一直在探索 用音乐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也在探寻与海外朋友同时 喜欢歌曲本身 从而进一步愿意了解和探索 中国文化的可能 路还很长 我一直在努力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的建议 也可以随时 Instagram 可以 可以随时讨论交流 到Twitter也是 微博也可以 好 说M-POP 跟大家聊聊我自己 我自己为什么要做M-POP这个事情 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 一个非常有自己特色历史的内陆城市 我十七岁的时候 之前 基本上都没有 离开过长沙 那里的每一条街道 每一种小吃 每一个公交车路线 我都非常的熟悉 长沙后来也成了我很多音乐创作的主题 比方说Space 香蕉水 这样的歌都是用长沙话方言演唱 前几天在旧金山演唱会 唱长沙这个歌的时候 气氛还非常好 也不知道是真的跟着怎么 怎么就会喜欢那么好 我觉得互相真的是 大家永远可以互相理解的主题 即使有缘障碍也不耽误我们 通过音乐的交流 无论是思念还是热爱 或是分享 正因为有了这十七年的成长 所以后来即使我离开家再远再久 这十七年 我都会在我的作品里不断的出现 十七岁以后呢 我就去了韩国 成了一位 成了一名训练生 二十一岁呢 我以类的身份 跟我的组合XO出道 此后十年 我作为XO的成员 一直在不断努力 发展和成长 在这中间我学习了 韩国的语言 也在首尔有自己生活的和租的房子 不断看到 对就是家的房屋 不断的看到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音乐和表达 后来作为艺人出道以后 我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 参加活动 有各国的革命伴们 对我的知识 也经常会收到他们的信件 留言 这个社交网络 就打开另外一张窗户 让我们互相能够交流 这是非常能量的一件事情 对 我突然发现 当我 看过世界以后 再回到中国 才更明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所代表漫长 而厚重的文化 才理解有多么巨大的文化保固 多么多么多的古老的乐器 故事 文化 在等待传承 传播 等待更多年轻人 以更多样的方式 让他们幻发 新鲜的生命和生机 正因看过世界 所以我更热爱我的主播 同时也因为 我有一双中国的眼睛 所以当我放眼世界时 我看到了更多的文化 可以碰撞 交流 融合的可能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福 对我而言 音乐自远方来 不亦乐福 有音乐自家乡来 不亦乐福 有音乐让我们连接 交流创新 不亦乐福 最后的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梦想的话题 今天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M帕 分享我心中的 风自东方海 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17岁为自己 选择的人生 错过了大学 这一条成长的路级 这段学习经历的缺失呢 也成了我一直以来 非常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争取在工作 至于的时间 更多的去读书 还有学习 今天看到在后的各位呢 我更加有一种感悟 就是 你们真的很棒 你们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我无比相信你们 未来 会非常的灿烂 但同样我也想说 对当年的自己 今天在座的各位 甚至其他能听到 这次分享的朋友们 说人生都够有记忆 只要问一下 永不熄灭 即使遇到一切的艰难 也无法阻挡你前进的步伐 13岁的 不一定是13岁 反正是十几岁的时候 我看了一场周杰伦老师 就是杰伦哥的演唱会 当时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机会 可以结束后去后台 跟杰伦哥 打招呼照相合影的机会 今天赵 今天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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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D里面全都是我自己 在当时在十几岁的时候写的歌曲 嗯 我永远记得那场演唱会 杰伦哥的样子 他几乎 几乎是我心中那一代最棒的天才 即使差距 就像隔着一条整个银河系 但也不能随意的说放弃就放弃 你要继续努力 嗯 后来我在自己追梦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年不行就五年 五年不行就十年 去年 我终于当面跟杰伦哥说了这个故事 哈哈哈哈 对 嗯 也给他听到我的新歌 而今天正好是我出道第十年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看即使渺小路啊 依然可以靠着一腔对梦想的热血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那么这么闪耀了你们 你做了更棒的人生 哦 希望我们能成为很厉害很厉害的大人 同时 也能做出对这个世界和时代有意义 做出对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的主题是风自东方来 未来我也相信 风从少年 梦想是最迅速的词 也是最踏实的词 今天在这里 我希望能告诉大家 凭努力让梦想尽量闪亮的人生 我可以 你们更可以 我的分享 方正已经说了 谢谢大家 您请休息休息休息一下 稍微开心我们的原作论坛 天下 开心 这风 什么 两个 优优独牙 今 还 Phoenix